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 中古桥 亨无破门 下半场 恒大凭借对手乌龙 翻评比分 神户胜利传 则由道格拉斯替补建功 随后 艾克森好球被吹 依涅斯塔锁定胜局 慢镜头回放显示 边裁判罚艾克森进球 越位属于明显误判 众所周知 本赛基亚冠在小主赛阶段 是没有VAR视频助理裁判技术的 所以主裁判只要认可边裁的判罚 就不会产生任何反转 也就意味着 就算当局裁判出现误判 也没有任何当场找回正义的可能 恒大遭遇的这次误判非常不妙 如果这类好球被判有效 恒大就能将比分搬成2比2平 这对于本场比赛 发挥很不理想的恒大来说 可谓是救命稻草 然而 好球被吹 只是打击的第一波 两分钟后 伊涅斯塔完成破门 比分变成1比3 并保持到中场 可以说 一次误判将本应该2-2的比分 倒向了3比1 成为了本场比赛 影响最大的重要转折点 恒大发挥不佳 是一方面 运气不佳遭遇 误判也是真 亚冠小组 在前两轮过后 恒大一平 一副未尝胜技 现在他们二轮机一分 落后防守两战 全胜的 神户胜利传5分 与水源三星同分 在小组最弱球队柔佛 星山退赛的情况下 恒大所在的G组出现形势 其实就是三雪二 眼下神户胜利传 高歌猛一进 恒大有很大可能需要 与水源三星 力拼一个出现名额 在上一轮 零至零战品水源三星之后 恒大主教练卡纳瓦罗 曾坦诚表示 中超丢贯的情绪 仍然在影响着球队 而遭遇误判 吞下失利以后 恒大中超丢贯的情绪之上 又要增加一层 亚冠不胜的泄气 外界对卡纳瓦罗率位的质疑声 也再度嘈杂起来 恒大还在开场阶段 遭遇打击 张灵鹏在开场不到7分钟 就在与维尔马伦的争抢中受伤 无法坚持 比赛被换下场 他在上一轮棋时 就已经在拼抢中受伤 眼角开裂之后 选择咬牙硬挺 连续遭遇横祸 令张灵鹏本赛季的 亚冠之旅 略显心酸 希望他的伤势不要影响 接下来的亚冠比赛 否则恒大 不仅在右后位位置上 人员捉惊见肘 对于力争出现来说 也是重大打击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